上集讲到 过了两天之后 男人开始觉得后悔 一方面觉得阿美虽然可惡 但是都留了一手 没有伤害到自己 可以说是都用尘既深 另一方面 毕竟都是他心上人的皮 杀了阿美 就是等于自己亲手 杀死自己爱的人 于是那个男人就找阿美 但是 为时已晚 阿美已经奄奄一息 可能因为几天都没吃东西 那个样子 看上去就快不行 而那个男人 看到自己的老婆 他淚如雨下 觉得是自己的错 跟着他一路哭 一路就不停用力挖那些肚 想把阿美救回来 而这个时候 阿美的状态 好像还是半梦半醒 他可能也梦到那个男人为自己走 他还以为是自己发梦 他还以为是自己发梦 他一直在叫那个男人的名字 那个男人看着很心疼 一直在说 一定要带他回家 叫他坚持住 过了很久 一路跑一路跑地 很不容易跑开了阿美 胜口的位置 哎呀 但是这个时候 惨不忍睹 因为古虫 不受养古人神色控制 之后怎么办 饿了的古虫 自然要吃饭的 最近自己的食物 自然就是养古人的皮肉 阿美当时 就是被古虫 在那里反噬 咬开那些皮肉 再加上埋在地下 古虫 昆蟲 细菌 多重的侵杂 阿美的胸口 已经见到脱骨 还隐隐约约地 看到跳动的心臟 而痴在心臟上面 还布满一条一条 白色的追踪 这个时候 那个男人心知 已经救不了阿美 只能够呆呆地坐在那里 陪着阿美等死 期间 发现那个男人 不在家过来 找他的族人 见到这样的情况 想劝他放弃 但是怎么劝都劝不听 无奈底下 大家就唯有走开 怎么知道 当日头 大家再回来 找他的时候 已经人去流空 阿美 和他 已经不见了 这个是当时 清妙和黑妙之间 细成水火 买开的第一步 大家可能 当这个故事一样听 因为这件事 都真是太过久远 债里面的人都知道 一代一代地存下来 不知道还剩下多少真实性 但是我还是相信 这个故事是真的 养股的人 耐不放股 就会被股反适 在这个寨里面 除了之前提及到几家黑妙族之外 还有一户的黑妙 是三口人的 阿爷 阿妈 还有个孙子 三口人平时 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很少会和青苗人一起玩 除了平时青苗人 送一些生活用品之外 其他时间 都很少接触 常德曾经听叔公说过 你两个老人家 年轻的时候 都很难搞 而且他们养股养得很厉害 引来不少富豪 特意过来 找他们帮忙下股 接的呢 当然全部都是邋遢的东西 无非就是那些谋材害命之类的东西 简直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和青苗人的关系都很差 几乎可以说将青苗人 当成敌人 双方的生活上 多少有点矛盾 后来他们年纪慢慢大 估计是钱都赚得差不多 身体也都开始有点力不从心 于是就开始不帮人落股 平时呢 就种花样样的鱼 两个人年纪大了之后 也都不再跟青苗人为敌 有时候 见到青苗人中古 还会出手帮手解古 不过 就算是这样 他们跟青苗人的关系 都不是说很近 都是比较疏远 于是青苗人 也都没有将他们当成无古 对他们也都比较客气 时不时打到鱼了 就送几条给他们 有一段时间 他们家里突然多了个孙子 还生得挺英俊的 当时的叔公还怀疑 他们的孙子 是不是在外面骗回来 孙子叫做志全 志全七岁左右 才入宅 跟当时常德的年纪差不多 但他不单只生得挺英俊 还很生性 老人家的事都是他做的 当时常德也见过他 不过当时常德还比较小 大概五六岁左右 现在志全比较高大 还成熟很多 于是 那个豆釘都不敢找一个大哥哥玩 只敢离远看着 志全的性格可能比较孤僻 平时就不怎么喜欢说话 也都不会像其他小孩那样 喜欢四周围玩 四周围叮 当时常德见到他 平时最多 就是跟宅里面几个年纪 稍微大一点的男孩说话 后来初二的时候 我趁着暑假就回去宅 在回家的路上 刚好碰到他 可能当时自己长大了一点 胆又大一点 我竟然主动跟他打招呼 你好 你是否志全 你是谁 我是旁边屋的德仔 小时候我妈还托我 送过鱼去你们家 我记得了 可能是当时 常德的成绩不算很好 平时感觉都好像很自卑 回到宅里面 这个不需要展示成绩的地方 他又很想交朋友 宅里面那些同龄的小孩不多 突然见到一个 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志全 他最终忍不住 和他做好朋友 时间过得很快 两个人逐渐熟落起身 常德还将志全 介绍给表妹认识 三个人很快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志全的人都挺好的 经常带我们去捉鼠 玩竹牌 打鱼 几乎整个寨都玩坏了 一开始 常德和表妹两个人 还紧记着叔公的教诲 玩可以 但是不要去她家 不能吃她的东西 不过后来慢慢熟落起身 他们两个百无禁忌 当时志全作为哥哥 好历外常德和表妹 他烹饪的手势很棒 三个人经常一起跑去捉鱼 捉到鱼 志全会做酵鱼 给常德他们吃 还有岩烧之类 即是用岩石 轻热它 烧热它 跟着下来烤鱼 那时他们没有油盐 直接不断烤 但是志全真的做得很美味 总之常德他们 每次都吃得咛咛你 连骨都不剩 三个人熟落之后 常德和常侍很大胆地 问志全 关于他爷爷妈妈 落鼓的事 志全哥哥 志全哥哥 你爷爷妈妈 是不是会下鼓的 不说不说 不说不说 不说给你们听 志全哥哥 你快点告诉我们 见到志全好像 不多喜欢提起这件事 常德他们追问了几次 就没再问下去了 后来有一次 我们玩完回来 刚好遇到他妈妈 在那挑水回家 那时他妈妈 不知道身体不好 还是怎样 走起路上来 他妈妈妈 整天都站不稳 想跌想跌 那样 志全就立刻冲上去扶着他 实一实地捉住他妈妈的手臂 志全的妈妈 就很受药 志全一拖 她肩膀之后 哇 那些青筋 马上一大拆出来 那样 当时常德他们 站在志全身后 很清楚地看到 妈妈那些 走懵懵的皮下边 有几道黑线 迅速地游走 这么奇怪 常德当时还以为自己眼花 谁知道 那几条黑线 游走过的地方 竟然生出了 一粒粒很小的鸡皮 说真的 那时候我看到这些东西 觉得很噁心 头皮都发麻 后来志全的妈妈 突然很痛苦 可能当时志全 想让我们看到他妈妈 又或者他是担心路人家的身体 总之他就叫我们自己回去 他一个人背他妈妈回家 后来有好几天 常德他们都没有见到志全 等到志全再出现 找他们的时候 常德好像有点不多开心 为什么 不就因为那些小孩 觉得大家都玩得那么熟 你好像很多东西瞒着自己 所以常德特意不去你志全 见到这样的情况 志全都想到很多办法来哄他 又送烤鱼了 一会儿又用草 偏什么玩具仔送给他 但是常德依然都没有理他 之后又一次 志全好像落到很大决心似 拉常德在一边就说 你不是很好奇我家里的古术吗 好吧 我带你去看看 但是你要答应我 你全部都要听我指挥的 当时常德呢 当然很害怕 但是呢 就被自己好奇心佔了尚风 于是就同意跟去看看 体力至全 真是很珍惜常德和表妹两个 为了令常德他们 继续愿意跟自己玩 于是就告诉他们 来听 上次啊 我妈妈出现那种情况 其实因为被那些鼓反噬 前几天的情况一直都很严重 反反复复 好几次呢 我爷爷在旁边都说 哎呀妈不行了 后来又没事了 我又要一直陪在他身边 所以就没有来找你们了 由于自全 他爷爷和妈妈 不喜欢其他人去他们家 于是常德他们 就偷偷地跟过去 自全就找到一个地方 把他们收藏 苗寨的那些屋基本上都是竹楼 很多那些纳粒 常德他们 就偷偷地躲在自全间房里面 他房里面有个大窗 窗外面是一棵树 自全就说了 我如果中间有人进来 你就立刻爬上树 你知道吗 好 知道了 我当时的心里面就想了 谁敢爬 一爬上去肯定跌下来 再加上 哪里趕得及 当时表妹 还怕死过我 一姐在旁边 咦咳咳咳地说 说什么 我们如果被人发现了 那怎么办 他们要害我们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